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从集主日游广告提案高手黄志敬弟兄分享我的生命大数据 快邀请新朋友来听听他如何在人生的高山鼻鼓中倚靠上帝胜过的 哈喽我是圣诞特派员 今天要特别为您介绍12月圣诞HOW LIFE 圣诞清职场提及方城市 时间在12月16号下午4点 地点在士林国小活动中心 当天有精彩戏剧表演 欢乐唱跳 清职闯关游戏 免费食物兑换 还会送小朋友惊喜好礼哦 欢迎邀请家中有三岁到国小六年级以下 孩童的新朋友家庭 一起来同乐 免费所票请下客户区 或下B1重办服务台 不能错过的还有 圣诞HOW LIFE 成人圣诞晚会 同时段将有儿童圣诞晚会 以及一系列儿童青年圣诞欢庆活动 是弟兄姐妹圣诞传福音的最佳机会 鼓励永悦邀请弟兄姐妹 邀请新朋友来过新段吧 2019强胆活动火热报名中 第二十届机会生命更新营 时间在1月12号到1月13号 营会中将带领你明白基督信仰的核心 12月16号前享有早鸟优惠 鼓励永悦邀请新朋友参加 第十七届基督门徒建造营 时间在1月26号 第十五届基督金兵营 时间在1月5号 即日起报名享有早鸟优惠 鼓励弟兄姐妹 不要错过接受装备的机会哦 详情请参与周报 此首二十四期祷告至今 我跟我家经历了奇妙的作为 那有一次听说我舅舅因为口腔还住院 我们决定南下去探访他 那传统信仰的母亲呢 因为机会去医院又怕伤心 所以他就反对 那几番鼓励之下呢 他才答应 感谢主在我们南下的前一天 舅舅竟然出院了 甚至在我们抵达时热情的接待我们 但更感谢主的是 舅舅说母亲跟他说 我们是专程来为他祷告的 这不仅表示母亲已经完全接纳了基督的信仰 甚至期待上帝在他弟弟身上行伟大的神迹 我相信虽然这一切仍在过程中 我相信神必持续做功 将一切荣耀归留我们的生 2018年中全教会受洗礼来咯 成人受洗礼时间在12月30号下午 青年牧区受洗礼时间在12月23号下午 请要参加受洗的弟兄姐妹 于受洗前填妥受洗报名表 并完成受洗班以及受洗约谈 把握2018年最后机会咯 详情请下各牧区 你期待成为青年世代的影响力 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吗 青年牧区2019青年爱神营 开放报名咯 时间在1月28号到1月30号 12月23号前 报名享有早鸟优惠哦 鼓励稳定于青年牧区崇拜和小组的青年 永悦报名参加 相信请参与周报 青年牧区考生家长祷告会 时间在12月9号上午 鼓励家中也要参加 明年各大考试之考生家长 有约参与 免费开放自由参加 同心合一的用祷告来托住每位考生 想请请参与周报 快来看看上礼拜教会发生什么大事 欢迎成为神国心家人 幸福收割 上礼拜共有20多位青年 受洗归路族的名下 共同欢庆这美好的日子 一头祝福他们持续在真理上杂根 儿童牧区寒假肌肉营 时间在1月21号到1月24号 内容有圣经归纳法 戏剧品格体能训练等 锻炼孩子的属灵生命与体能 12月16号前 报名享有招料优惠 鼓励家中有国小四到六年级的学生家长 永悦为你的孩子报名 详请请参与周报 想更多了解基督信仰核心吗 信仰Q&A时间在每周日上午 以圣经真理课程为您的疑惑解答 本周课程为我的家 课程无需报名 同弟兄姐妹踊跃参加 上周健堂奉献金额为18万元 累计至11月25号 健堂奉献金额为614613万元 以上是本周教会消息 愿神祝福大家